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胜功消息 从洛杉矶到罗马 梅兰尼喜欢旅行和玩乐 她住在洛杉矶 但总是在周游世界 有一天她在罗马旅行时 接到了一通电话 得知她的弟弟兰迪去世了 她感到一切似乎静止了下来 她伤心欲绝地回到家中 并在脑海中不断地思考着 人死后会去哪里呢 为了逃避痛苦 她更加放纵于玩乐 并上表演课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过了不久 梅兰妮搬到了罗马 在那里追求自己的演艺之路 但随后又回到了玩乐的生活 她每天早上都带着悲伤醒过来 她想知道生命的目的和意义 有一天 梅兰妮在YouTube上看到了一段 关于但以理和圣经预言的正道 她查看圣经 发现正道所说的都是真的 她立刻跪倒在地 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耶稣 享乐 毒品和饮酒的生活对她来说不再有意义 梅兰妮持续地观看YouTube上的正道影片 使徒保罗说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她了解到影片中的讲者是一位妇灵信徒 很快地 她便开始守安息天 也接受了其他圣经要道 两年后 梅兰妮在家附近找到了一间妇灵教会 并决定去参加安息天的聚会 她到教堂后便对人说 你好我要受洗 随后解释自己是如何找到耶稣的 今天梅兰妮是一名活跃的妇灵信徒 她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耶稣 梅兰妮经常在罗马的公车座位上和餐厅里 留下教堂的小册子和杂志 她还会在体育馆里 繁殖教会和妇灵电台分享的小卡片 感谢您奉献的安息日学圣公捐 使基督妇灵的信息能够传扬到意大利 以及整个中欧分会地区 让我们慷慨解囊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